我没有到年根的那一步 好久不见 因为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现在我们重新开始 在我加息回来之后 我收到的第一个产品 也就是我从来没有合作过的一个品牌 智云 他们告诉我 他们推出了一个很方便 很轻巧的冷定器 就是它 智云的VVIL 3E 当我打开它的时候 确实体积是非常小 而且灰色的机身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而且在稳定器上面 没有这么常见这个颜色 它没有太多花俏的功能 和复杂的连接口什么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外观 手柄上面的屏幕右边 是开关机键 然后是菜单键 这个滚轮也可以帮助你更快的选择菜单 屏幕左边是控制云台的摇杆 然后是录制键 然后是跟随模式的一个切换按键 前方有基本的扳机和波轮 这款稳定器它只有990克 确实是非常轻 这让我会怀疑它的电机是不是很够力 在我试用了这一周的时间里面 不论是用我的广角镜头乃至135毫米的长焦 它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平时拍摄 一些比较小型的 比如说这些商单或者是婚礼 乃至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 你都是可以信赖它的 另外我很关心稳定器的另一个点就是续航 这款稳定器它配备了一款2600毫安时的电池 当然你可以搭配你的充电宝使用 充电两个小时你可以连续使用16个小时 解锁调频和一般市场上的稳定器没有太多的区别 三个锁扣解锁 每个角度持续的调频就可以了 但是竖拍模式是比较特别的 你可以将快拆板它整个拆下来 将机身侧过来 把相机变成原生的一个竖拍模式来拍摄 这确实是很方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在户外的一个表现情况 首先我们在一般的拍摄情况下 拍一些颈或者正常握持 或者是移动速度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它的画面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接下来我们试试 就是我奔跑的话 那这款稳定器的表现依旧是非常出色的 那别看它的机身轻 这个电机是非常的够力 那另外你也可以变成提护模式来进行低角度的拍摄 但是目前我没有它的配件 所以我就辛苦一点弯弯我的老腰了 那对于弯腰低角度拍摄 因为重心不稳 我们走路的时候是很晃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依旧是非常稳定的 当然这款稳定器呢也有一些内置的有趣的模式 那比如说移动延时 我自己呢会比较喜欢这种类似于这种盗梦空间的这种形式 稳定器呢它可以旋转的去拍摄 基本上这款智云的这个VBO3E呢 我还是很喜欢的 出门做一些比如说短途旅拍或者一些活动拍摄 我应该都会持续的使用到它 那因为确实是很方便很便捷 我觉得你是可以考虑入手一款的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